今天这个游戏更新了是吧 更新了好像里面应该有 有一些数据都丢了啊 人物好像没啥事 怪物也没啥事 背包也没啥事 任务也没啥事 快战也没啥事 技能好像是丢了啊 宠物应该没啥事 这个列表不知道啊 地面啊 看起来好像也没啥事是吧 应该是技能丢了 然后还有几个call改了 基本上这种老游戏更新 都更新的比较少 正好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定位是吧 因为他没更新过 你不知道之前的定位 到底怎样的 是比较好 其实我也就是教完你们定位 定了几个 我也没全部定了 那他他更新了 我也需要去改 这个游戏定位 其实还是很有很有趣的 那这个课 我们刚开始的这个界面 已经满了是吧 那现在呢 又在右面 加了一个这样的界面 然后待会我们自己 我们去写啊 嗯 组织已经写好了 写好了 重新重新敲吧 重新敲吧 这这个这个就 这个就放这吧 待会重新重新敲一下啊 重新重新敲 这这边 我们呢 我们在这里面先简单看一下 是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啊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嗯 简单的看一下呢 我们说我们在这里面重新又画了个界面啊 画了个界面 嗯 嗯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可以调试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啊 比如说可以知道脚本执行到哪里啊 哪里有没有问题啊 对吧 嗯 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说是debug啊 就能看出来脚本执行在哪里 但比如说你要说是 嗯 一些不是很懂编程的人啊 他看不了啊 他也不知道输出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的 对吧 乱七八糟的 那可能就得通过一个简单的界面啊 比如说 每一个窗口啊 其实都可以呼出来之后呢 看一下脚本执行情况 或者脚本现在是加载的情况啊 什么样都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画一个 这个编辑框啊 然后呢 可以把里面加载脚本 然后时刻可以看 就相当于一个单独控制 对吧 你的控制台是一个整体控制 让所有的端都可以同时 执行什么脚本 或者批量干嘛 对吧 但是你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需要怎么样 单独的盯着一个端啊 以及看他有没有问题啊 出不出bug 或者是单独的去干什么事 那还是有一些调试 跟一些很多的一些作用啊 那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画一个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打开 然后选择我们的脚本 比如选择我们的这个啊 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脚本 加载进来 对吧 当然他执行的时候呢 是一条一条执行 我们最好是什么呢 能够看到当前脚本 执行在哪个位置啊 我就知道啊 卡在哪呢 哪个位置出问题了 对吧 那就比较方便去观察 啊 这个作用呢 这个功能呢 可有可无 但是呢 有的话 确实会比较方便一些 那我们在这里面 就给他简单的编写一下啊 编写一下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啊 之前的我们的这个框架来写 其实MFC的这些相关的东西呢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熟啊 因为我正常来讲的话 其实 嗯 基本上你说MFC干嘛用啊 就设计界面用啊 我基本上 这个界面的东西呢 也很少去设计 基本上有一个简陋的东西 就可以用这完事了 所以说你们 可能很多同学懂的 都比我多啊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是一起学习的一个态度 是吧 确实啊 整个的MFC 你看我画这些玩意画的 是吧 乱七八糟的 很多东西写的也不好 界面这一块呢 不是我擅长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说来看一下 我们去 虽然不不不不擅长 但是可以帮你们 把一些东西整理好 是吧 来画一个啊 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别管它丑不丑啊 别管它丑不丑 对吧 咱们起码说是怎么样 用的 可以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设计完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得先去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 首先呢 我们需要设置啥呢 一步步来看啊 先拉下来 啊 这里面有很多的选项需要我们去设置 对吧 看看哪些东西需要我们设置啊 id我们不能改 对吧 这主 置表位 我们都不用去改 啊 只读啊 只不可以吧 我们可以先先这样啊 啊 已经用 啊 然后想要返回 我们可以加一个啊 想想的无隐藏选择 密码 密码不用了啊 密码不用了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往上看 密码不用 可见啊 也 就是处啊 你就可以 接受文件 我们可以给它选成处啊 然后呢 多行肯定是要处 对吧 你不可能编辑方就一行干到底是吧 你要选择多行 然后呢 帮助id跟这个转换没有什么什么用 我们就不用管了 这个地方啊 你不给它选择成多行的话 这个地方你看水平的滚动 跟这个垂直的滚动 它是黑的 你选不了的啊 这个 这个指的是这个玩 还有水平的 因为我的这个字 每行不多 所以没有水平的滚动 滚动条 啊 当然你要把这个允许多行给它选择 嗯 然后呢 把左侧滚动条 我们习惯用右侧是吧 水平滚动条开开 那水平滚动条开开 然后呢 左侧的不太喜欢用 还有还有啥 右垂直的滚动条 我们喜欢用啊 这样的话 两个就用了 然后这个呢 你看我们这还有个简单的变一变框 对吧 虽然也不是太好看啊 撬回用了 嗯 啊 有有边框啊 我带给它带边框 对吧 我给它带边框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还有啥需要设计的设置的给它改一改啊 还有什么设置的需要改一改啊 大写这不这不用啊 把这个模式模式的这个框件给给它开开吧 这样的话呢 看起来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啊 虽然说 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好看啊 但起码说比这种 完全突的这种啊 看起来还能舒服一点对吧 稍微舒服一点 那行吧 所以这些东西 大家自己可以去试试看看啊 看怎么舒服怎么怎么来吧 我就觉得这样差不多了 嗯 好 那就这样啊 这样之后呢 我们加一个简单的按钮啊 加一个简单按钮 就按照我们这个来打开文件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个 这个往这边点呢 那打开文件里面的这个代码啊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写 那这个代码呢 其实怎么怎么说呢 里面的代码不是特别复杂 但是呢 你不是总用的话 其实看起来也是 不是什么特别容易的代码啊 因为你可能这里面的代码 基本上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使用过的代码 对吧 没有使用过的代码 你看起来肯定是比较的 别扭的 那我们来写下试试啊 首先呢 我们是打开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让他把文件给打开 对吧 那我们来一个类啊 fail fail download 就打开文件窗口啊 dilog 这样的一个类 随便来也不知道fail download fail download 然后呢 他第一个参数呢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只要了解第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他是处的话就是打开文件啊 如果是false的话就是保存文件啊 我们可能 这里面就基本上只是需要打开对吧 你再打开别的也可以啊 这里面可能出出现乱码 因为我们的这个文件好像保存的不是20块钱的对吧 再给打开就可以了啊 我们这里面呢就处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的话呢 他是需要还有好多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一个 呃文件的一个格式啊 文件的一个格式 格式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啊 是哪个哪个位置啊 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显示这个位置 看到没啊 脚本 然后脚本 兴点tlt啊 显示在在这儿的 啊 我们就直接在这里面写就行了 脚本 要用这个符号啊 然后 星点 txt啊 当然你也可以写路啊 那习惯tlt也可以啊 或者是你再加一个路也可以 嗯 看自己习惯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它是默认选中的 那我们就 置空就行了啊 置空就行了 第三个参数呢 它是 呃 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类型是吧 看一下啊 第四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呢 我们来写 写两个红 酥瑞的公类啊 酥瑞的公类我们是读物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我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自己随随设置啊 我我建议的话呢 大家就这样默认这样就可以了 这么设置就可以了 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类型啊 大家可以去百度去查一下 这个都无所谓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第四个参数想玩 第四个参数 是他的一个 所有的这个能够加载的一个类型 我们这里面就直接来脚本 脚本星点 txt 然后呢还有还有咋 我们自己就所有文件 所有文件 再来个 所有文件直接来个星点星 就所有类型的我都要看到对吧 来个星点星 所有类型的 所有类型的 你看我们现在打开 其实无论在哪个文件夹 下面所有的类型的文件 其实都可以看到 我看看我们打开视频 我们这里面前面打开的 我们这里面前面打开的是 应该是显示的是txt文件 之前写的是什么格式 我先看一下 把我们这里面随便来打开个游戏 应该是只是写的是tlt的是吧 只是写的是tlt的 好 那我们现在这就先这样 待会呢 写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回来一句一句的 再调试改 现在的话我们先简单的写一下 先把我们的简单功能先达到 达到以后呢 我们再来试这些参数 到底是干嘛用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是处在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的状态 对吧 打开一个文件的状态 我们要进行一个do model的一个模式 do model的一个模式 i-log.do model 卡住的一个模式是吧 以do model的模式来打开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其实写到这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点这个按钮 它帮我们打开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选择文件的这样一个框而已 选择文件的这样框而已 大家可能觉得 这这些代码是不是需要学啊之类 其实我这么跟你跟你讲了 MFC的这些相关的命令 我自己也不会啊 基本上我都是比如说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写一遍以后 我以后可能好久 因为我也不是做一些什么 大的一些什么 这个办公软件开发 或者是其他一些软件开发的 像某的一些功能啊 比如说一样的空台上面怎么去 加载这个账号啊 或者什么怎么样 这些界面的设计 我基本上用一次 基本上后面的话 全是复制粘贴的 基本不用 你们其实也是一样 我估计百分之九 八九十的人也基本是一样的 你像比如说 我我想到了一个这个 多调试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就需要去找怎么打开这个 选择文件的这个框 怎么给它加载进来 怎么给它分割 怎么给它就是说 在我们如果执行每一条的时候 能够跟踪它的当前选用行 对吧 我知道我的目的 然后呢 就去百度一下 到底是哪个指令 我百度到 原来这个指令就是可以打开 这个的 然后看一下每个参数都是干嘛用的 按照它上面所说的指示 往上面填 对吧 所以说呢 在某一些东西的东西呢 比如说这个东西 我也是不会的 但是呢 我可以去运用已经有的知识 去百度把它一些东西给拿下来 当然这里面只是说 类似于这样的功能啊 它不代表说你比如说 我去写一个这个 呃便利 那我这个东东西呢 那我就照着以前的课程的代码往下 扒扒下来 复制下来就完事了 那个东西你是天天用的呀 啊 你的程序里面不是说用了这一遍 比如说我现在零里面把这个安卓写完之后 你复制在以后想到它的时候 自己把它粘过来就完事了 需要改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参数稍微改一下就完事了 对吧 那你可能记不住命令 记不住一些红 也是无所谓的啊 要明白这个这个道理啊 哪些东西是你要掌握的哪些东西呢 是明白一下原理 然后呢能够自己修改就完事的地方啊 然后呢我们来继续来啊 继续来呢 我们现在就是打开了这个界面 打开这个界面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其实我们要比如说选择了一个这个 testload.tst 我们要什么 把它里面的内容 保存到我们编辑框里面来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要做的 事儿 这是第一件事儿 打开这个选择的这个文件的这个框啊 这个窗口 第二个呢是把它里面的内容给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呢 其实也不是非常复杂 我们来看一下 用到另外一个啊 也是这个这个 mfc相关的这这这些类啊 然后c文件的这样一个类fail fail的话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参数啊 他是一样的 我们说我们要 嗯 我们要获得他的文件里的一个内容啊 文件里的内容fail 用我们刚刚才的这个已经打开的这个哈 他的这个内容 他的内容怎么获得呢 首先先g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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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therine hame 获得他的内容 啊 获照他的内容 获得内容它里面是需要添参数的 需要添这个 我们来添一下 同样还是 就是这个他的什么 get还是getname name get 这个下不来 这样好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相当于获得了他的这个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 他第二个猜数 需要我们用到这个类下面的一个相关的数据 好多啊 我们打的猫都猫都瑞 这样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啊 文件打开之后 用读猫都的模式把这个打开之后呢 读得了里面的内容 读到里面内容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把这个内容干嘛呀 把这个内容放到我们的这个点击框里面来啊 这就是下一步需要做的事 首先呢 我们先来个刹新的buffer 刹新buffer 然后再来一个长度啊 再来一个这个文件fail的这个长度啊 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看看怎么去把它读出来啊 这个长度呢 我们直接就等于啥呀 这个长度等于我们就刚才的这个 这个啊 嗯 fail这个 get get 有的其实一些类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你根本就比如说像这个这个文件操作啊 我就很少用 但是呢 他有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函数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你可以就直接去翻一下 看看有没有他什么获得长度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来了 首先呢 我们这个buffer buffer 我们先要去拥一个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buffer 拥出来的这个长度呢 肯定是我们的长度减一啊 我们的长度减一 加一啊 加一因为他有个有个结尾 对吧 有一个结尾 嗯 哪个地方写写错了 大消息 好 我们要加加一 因为我们结尾的时候要给他个零 对吧 因为我们比如说把整个这个文件 考出来的时候 我们进了结尾给他个零啊 住串啊 防止把零漏掉 加一 然后呢 我们 buffer 让他最后的一个字节 最后的一个字节 从零开始 最后的话 长度是长度加一的话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长度对吧 让他等于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buffer的这个 擦星的这个buffer就已经构造完了 是吧 构造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把它写到我们的这个编辑框里面啊 首先呢 我们 feil 点锐的 现在他读到我们的buffer里面 啊 读到我们的buffer里面 把谁读到buffer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文件的 内容读到buffer里面 读的长度啊 可以看到读到的位置 读到的长度 长度的话 那就是他呗 然后呢 我们来继续 然后呢 文件用完之后呢 我们要关闭啊 关闭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关闭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个 打开的文件 比如说 现在打开这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的内容 现在你全部读到这个buffer里面 当然这里面啊 你就跟着去 敲一遍就完事了 后面的话 你也不是做什么 文件相关的一些操作的代码啊 这个代码 几乎后面不太会用 那你基本上 抄一遍知道啊 回头 需要改的时候 哪些参数可以自己会改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往这个编辑框里 设置内容了 setDealog ipm test 给我们给他设置内容 给他设置内容 设置内容 他需要我们填写ID 来看一下 我们要设置这个内容的ID是啥 把它复制过来 给它复制过来 往他里设置内容 设置的内容是啥 就是这个buffer 是吧 就完事了 那这就是整个的一个代码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代码不是非常多啊 对于你们来来说呢 其实 可能没什么难度啊 但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是经常不用这些东西的 其实还是比如说每句代码 我可能都要去 一点点的去查他的参数 才能往里填写正确 然后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现在是打开的这个什么 这个 对话框啊 里面呢 第一个参数大家记得是可以修改的 第一个是什么 如果是tool的话就打开 如果是false的话就是保存啊 这是我们打开时候的这个 右面的默认的这个类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是他的一些属性啊 当然属性有很很多 你可以去查 想要什么样的设置 自己去改 后面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文件啊 都可以设置 设置的更更多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按照这个读model的模式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的目的就要把这个文件啊 给 给读到我们这个文件 fail里面 读到这个文件fail里面 然后呢并且读到这个fail不行 我们要给他读到什么 一个buffer的一个编量里面啊 读到buffer编量以后 然后呢 用这个命令读到buffer里面 对吧 然后用完这个文件了 我们要记得关闭对吧 关闭之后呢 我们读到的这个内容啊 就可以放到什么 放到我们的编辑框里面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去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呢可以先关掉了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现在都更新了啊 大家 先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代码有没有问题 对于我来说 这种代码很容易出问题 但是如果他不出问题 我就不会再再改了 对吧 嗯 好了 没问题啊 对我来说呢 如果他没问题 我就几乎不会再去修改他了 对吧 调试多次通过了以后 这个代码呢 就会成为我以后拿过来直接复制的代码 看见吗 看见了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魔兽里面的 对吧 魔兽的时候我写的写的代码 魔兽的时候我写的代码 那个时候呢 对这个指令可能还还比较比较熟啊 这的魔兽的那个时候的代码 看见了 嗯 那个时候呢 对这个指令可能还比较熟 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照着翻一遍啊 大概还能回忆起来 那可能 在以后复制的话可能就给忘了 哈 也就是说在以后的话 你直接把这句这段代码 直接拿过去用就行了 没有任何改动的地方啊 只有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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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会有略微的改动 其他的内容 嗯 还有这个是必须改改动的 对吧 你要往哪个边际框里填 其他的地方是没有你需要去修改 好吧 那这些内容啊 就到这里 对吧